2023秀林湘泰鲁格族碎石记忆感恩记在今天登场 地点是在水源村 县长徐政卫立委孔文吉还有吴立华 以及秀林县长王梅归及秀林湘各区的代表村长们 部落主席都一起到场参加这个盛会 秀林县长王归表示 2014年担任文化课长以来 开始与公所团队踏寻部落祈祷以及文史工作者 共同找回最符合传统文化以及当代主人需求的记忆活动 今年是让人感动的一年 不仅仅是第一次来到水源村东方夏宇来办理 而是现场主人朋友们 就一种纯粹展现秀林县公所与部落文史工作者 供应匠师、文川产业以及网路行销 今天对我们的巴黎感恩记就是一种令人留恋忘返的社会 太过了,在这年隔店里的罗路行在打饭后 这士的朋友们也有用会 把产品属上长到后 有什么东西 还有绿子的压力 也有犯户 我们在这位 我们在这位 我们就在那位 我们在家 我们在大际上 最ELLophone 我们在这位 同学中也是我们学习的 我们做一个东西挑选的 以为我数学会 我这一 Angie 同学们的 我这一年 在我这一年 我们还有一部 从来到家里选不去 我们在街上 他们的 我们的 光看 我们会 在街上 第一 我们一般 我们不想要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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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王文贵表示 港恩基是泰鲁格主最重要的日子 非常感动的这一次 看见来自全省各地的泰鲁格主人们 一起来到水源村 参加这一年度的盛事 现场展现多年来 各个部落累积辅导文化产业的成果 如公益业务 浓测产品美食传统记忆等等 让大家一起感受 一场属于最纯粹泰鲁格主的文化盛宴 接着喜欢我们下期再见